今天我就要大线伸手了 给我爹剪头 爸我给你剪头了怎么办 剪头了替光头 行好 Aloha我的爱们 I am so in the mood to make a vlog today 所以今天我就要来拍视频 我今天要去我妈妈那里 给我爸剪头 我爸爸这个人来了这边之后 就不舍得剪头 就是不舍得花钱 所以呢 我决定就是给他买一套这种剪头发的工具 然后今天去我妈那给我爸剪头 那希望今天这个剪头计划成功 我突然看到这个房子挂牌在卖 天呐看一下这个规模 我预估一下怎么低爷子200多万吧 还有车库真净了 突然看到这个橱窗里的包包好可爱 我特别想买猫猫的这一款 大家觉得好玩吗 去超市买个菜都很方便呢 现在就是我爸before的样子 爸我给你剪头了怎么办 剪头了替光头 最时尚史上最时尚的衣服 嘿嘿嘿 那怎么有点像犯人那个 好好说妈 什么叫犯人 好了我每次一展投都是这样子的 Tony老师今天上线了 我们今天要开始了啊 这个呢是我第一次买的 给我爸买的 我不知道这个好不好用 所以我先要用一下啊 啊哈 Tony老师开始操作了 我先使用型号比较大的护发照 也就是这个器具里头 配有的这个塑料的东西 先把外围的长头发来剪下来 接下来呢我就会换成型号比较小的护发照 在一层一层把多余的长发进行修剪 然后呢进行齐平 所以这个就是需要花耐心 然后这个护发照会由大到小 进行替换的过程 由于之前呢我给神秘人 已经剪过很多次头发了 所以在给我爸爸修剪的时候 有一丢丢的小经验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成果吧 我现在已经给我爸剪完了 请问你你对我这次剪的你满意吗 满意 来看一下前后效果对比吧 今天我的Tony老师任务顺利完成 虽然没有理发店剪的好 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在我老爸过生日之前 我帮他剪了精神的头型 我自己很有成就感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期小视频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 给自己的爸爸和妈妈剪头发吧